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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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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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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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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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31日 推薪後留言變好醜 怎麼樣的醜 我看不到你們更新或是長者 紀念任務可以搞 勳章 他說今天是讓live開播滿五週年紀念的 五週年 他說的 有點有變嗎 不知道耶 有人說有變 禮物是黃色粗體字 粗體字喔 那我這邊還沒有粗體字 那幾米裝的啾啾你喔 中午好 午安 下午 沒有更新好像相同 家族成員名字沒有顏色 家族成員又是什麼 謝謝十一的戳戳你 家族成員又是什麼 是不是沒有紅包 不能送紅包了嗎 可以吧 之前的粉絲團改成家族 截圖丟小盒子了 農曆 農曆年前 會 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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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五 五號 五號 沒有很醜啊 很醜嗎 謝謝什麼 甜心暫時 沒家族能搶嗎 不行嗎 沒有耶 想不到耶 為什麼 怎麼加入 所以 因為我沒有更新 所以我這邊還是寫粉絲團 你變成家族成員了 好複雜 禮物就變得很明顯 還有那個等級 是不是 等級也改到前面 前面的地方 那個框前面還有個不知道什麼東西 框前面 就是那個吧 你們的那個等級 不知道是什麼等級 丟禮物的等級 還是什麼 幾K那個 幾K那個 確實耶 幾K那個是什麼東西啊 幾K那個是什麼東西 愛心 幾K 幾個月 你這一場 直播 花了多少 浪花 是嗎 愛心是跟播 愛心是跟播幾小時 之類的嗎 K 可是它寫K耶 K不是 千 這月的樣子 是的 謝謝阿姨的高玩氣球 應該不是每一場 喔 累積制的是不是 完全都看浪花真才能 要丟到千喔 我不知道耶 0. 0. 大家 我剛剛看的是0.5啊什麼的 0.9 1萬 每個月reset 每一場結束會不會降級 每一場嗎 好想看喔 還是我等一下 撥完一個小時 然後去更新 更新再回來 完全看不到耶 我現在看不到 可以去看一下書 我今天妝是不是很淡啊 看起來好像很淡 嗯 家族成員 反正下次就知道了 好像也不用 也是啦 這只是跟不上你們的 就是 跟不上大家 講的東西 get不到 我get不到你們在講什麼 切反正告白 等測試白癢鼠結束再更新 第一批白癢鼠 今天是你們的第一批嗎 2月1號是不是 是嗎 是2月1號的問題嗎 更新之後美肌那些功能 喔 喔 好好奇喔 好好奇喔 你是今天更新 今天剛剛更新 今天剛剛更新 那他為什麼這麼快 他剛剛有直播嗎 他為什麼這麼快 而且1號不是今天嗎 他怎麼這麼快更新啊 他剛剛直播 好我看起來很熱 確實是我房間滿的 我剛剛看我房間24 他是更新上一版 上一版的 上一版的 那我不是會有什麼 我應該有更新上一版 als我不會有的 那我沒有拍攝 你明天 你不照顧 我不去找雙手 你不照顧 我算是你不照顧 一天怎麼了嗎 不能只有一天嗎 他说 他说你是不是被工作人员霸凌 我说为什么只有一天就是被霸凌 他把我讲的好像只跳一天是什么 是什么惩罚吗 只能跳一天是不是 我说怎么可能是 只跳一场就叫做被霸凌 他说你是不是 干嘛这样 我说没有 正常就是轮嘛 因为我们不就两组吗 被霸凌两阵 我就不想跟他解释 因为很烦 怎么想都不是这样子 然后他就一直说为什么你只跳一跳 为什么为什么 那个问号很多 我就觉得很烦 就是只有一天怎么了吗 这样子 他原本可能想趁我不在的时候 在家做些什么 你跟他说大家都会轮到一天就好了 对啊 他那个讯号 就那个讯息 我就觉得 怎么会 怎么会这样想 谁会这样想 哈哈哈 他说为什么你二月公演只有一场而已 问号问号问号 你请假哦 问号问号问号 都修行一点不好吗 对啊 他说把你扫牌的是什么意思 感觉不是很好 什么意思 什么叫做不是很 感觉不是很好 哈哈哈哈 什么叫做感觉不是很好 还是他以为我要偷飞日本 没有怎么可能 可能吗 很多问号感 很多问号感 很多问号 不知道啊 就是只有一场怎么 怎么的吗 但是因为凌云 我的 我的队位是凌云 凌云每天 每 每场都在跳那个带位 所以他跳他自己的位置 都只有一次 所以这次就是他跳他的位置 跳两次 我跳一次啊 不然他每次都跳一次 我这个位置 要另外的一天 都是去跳其他人的位置 他就是只是这次 两次都是跳我这个位置 所以我就剩一次那个位置 不是吗 所以我被NK80了吗 哈哈哈哈 不是 那只是让他 就是让他可以跳一下 这个位置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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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的没有 很不耐烦的跟我妈讲 没有好吗 本来就是这样 本来就是这样 不想解释 哈哈哈哈 不想解释 嗯 可是只跳一场恶意 会不会太险 不知道欸 会吗 太险是什么部分 不想解释 因为其他人对位在的话 基本上就是他这个月他跳了两场 另外一天 下个月就是另外一个人跳两场 他跳一场 就是正常的话是这样子 没有放什么场价好不好 就是单纯每个月这样子轮流 是那些没有办法轮流的人 就是每个月都要跳三场 这是他们的安排 他觉得说 觉得说能让你休息就让你休息 两场一场两场一场 这样子 轮流嘛 不然的话就会有人说 为什么他一直要跳两场 一直要跳两场 为什么他只要跳一场 就是到时候又有很多问题 所以这是两场一场 两场一场轮 当然也有那种 就是三场 为什么一直要跳三场的人 也是在 0223 春节期间会回日本 回日本 日本支票很贵 请我争取一下两场 我争取一下两场的话 凌云就会剩一场 虽然他可能就会跑去戴衣吧 我是不会去争取什么机场 卸妆的告白气球 对啊为什么要争取 这次没有就下个月再看不就好了 我又不是三场都没票 而且到现在不都是 大家不都说票不会卖完吗 所以你想看的话 你一定有一天看得到我 不会有看不到的问题 毕竟大家没有一场是不是有卖完 至少我不是三场都不在 然后一个月休息公演 我每个月公演都还是有出现 跳两场才能增加收入 不一定啊 不一定啊 说不定菜额也可以撑起来 交给菜额 加给酱油 猜错时间就看不到 这就很难猜啊 因为有三天的时间 你要三天猜 去猜那三天 晚上八点要上班就没办法看 不知道下个月自己在哪天 知道啊 知道 知道 只是什么时候知道 我不记得 但是就是 应该是比你们先知道 呵呵呵呵 撑起来之前都撑不起来 就是现在 很难啊 很难 毕竟所牵手大家 老实说你们应该是看腻 你应该是说提前一天知道 真的假的 提前一天而已吗 提前一天而已吗 不是 收签锁 一月二十六知道的 有吗 一月二十六是前一天吗 公告的前一天 那还真是没有很长 至少还是会有人拼三十张 是吧 但是一场买两张 也不能盖两张 不错 首先是没有彩在 彩在有什么好执着的 可以盖两本 盖两本也是要 这样也没有比较 一样是会同个时间满 不是吗 嗯 可以同时集两本 到时候可以拍两个人 啊 なるほど 可是你就要花两倍的钱 再一个月 再一个月 再一个月花两倍的钱 执着仔是这样的运作 有这种人在吗 大家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有吗 执着到八个张就突然不执着 还有不知道谁还会在 确实三十个张哦 起码要十个月嘛 三个月三个月 一个月三场 起码十个月嘛 十个月还好吧还算安全吧 他们几个毕业生的就 哈哈 来不及 感觉我很稳 所以先 决定先找二期 确实二期比较 二期比较赶嘛 嗯 要还有跳十个月 确实你也不知道我们会跳到哪个月 突然就不跳了 哈哈 而且比较微 哈哈哈哈 确实是微啊 就跟大家当时一起生的时候一样啊 微嘛 你们又不知道 哈哈 好像可以 可以什么 可以先找二期吗 好 搞不好 四十场以后跳reset 那reset的公演护照又可以再拿出来 公演 可是reset的公演护照没有拍合照吧 还是会 会改正面 嗯 突然宣布第三种 公演 对我觉得短期应该不会换公演 要换就是换回去reset 应该不会再 换新的公演吧 毕竟公演真的 好像说什么要跳很久才会回本 哈哈 公演 公演那个做新衣服 还有什么很多东西 就很多钱 你看过reset reset reset真的是 很累 哈哈哈哈 很累 而且reset我们没有跳过正常版 就是16人版的reset 我们只跳过 十二 最初的正 最初的三组是十二版本 十二人版本 到后面已经开始有那种十个九个十一个 八个六个 的公演 现在还可以跳回去吗 可以跳回去吧 这只是要练了一样 就是要练 再加上除了四期都没有跳过reset 三棋 好像只有跳前座吗 三棋有跳其他的吗 16人 对16人的话站位就要重排 reset有你全制版的梦想 哈哈 姑且还在啊 只是就是什么时候跳到 三棋有过几首 但是没有整场是不是 不知道 记忆不好 记忆力不好 哈哈 反正这次如果要跳回reset 比较麻烦的是四棋生没有学过 再加上 如果五棋进来的话 还要时间 就不知道五棋进来 五棋进来应该还是手牵手 但是 又练了手牵手 又要练reset 感觉会很混乱 而且16个人老实说真的很多人 16个要凑齐16个 出来跳reset 衣服 衣服应该都还在吧 把 叫他们练 开始把过去的记忆删除 因为 除了 因为 要说的话就是 会大换吧 因为像手牵手可能 还好 每个人的动作可能 没有到很不一样 衣服放哪里啊 嗯 不知道 呵呵呵 干啥怂有妹子爆米武器 你身边有 确定有妹子 哼 我 是 你 有租地方放衣服有问过 你们问谁啊 你是能问谁 大家的消息很明通 你的reset 后到差4个张就30 那你很快 你差一点点 身边妹子可多了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哪里 你现在衣服有掉件缺东西的该拿出来补义乌 跳远reset 这样就衣服穿得下吗 士奇很多高塔 我不知道 哎哟 穿是穿得下吧 确实啊 晨世衙那种 不知道谁要穿 太矮了 蛤 不太习惯好多人比我高 是吗 不太习惯吗 但其实reset reset有这么多的衣服吗 因为reset没有跳到16个人 reset有16套衣服吗 我这不是很确定 应该有 可能有 可能又有16件 吧 吧 应该有16件吗 有吧 我真的不知道 我不知道 会多做4件吗 我真的不知道 图蜘蛛有吧 感觉一开始会做到满 真的假的 连有没有16套都开始怀疑 当然会怀疑啊 会怀疑啊 毕竟当初我们 基本人数就是12人 最多的那个是 就是12人 只是 有没有多做4套 我不知道 不知道 独之后4射应该都有4件吧 哈哈哈 拔 你看你也拔 我也拔 就是不知道啊 不知道 嗯 嗯 这也真情告白 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16 从来没有16人上场 还是其实有12 13 最多应该是13 我不知道 因为Daisy人比较多 Daisy出 出批应该也 不是12吗 还是他们有到14 我不知道 应该都是12 上去吗 13吗 应该都是12上去吗 12吧 有13人吗 有13人吗 我现在鼓起来 这边看起来是 这一感觉是第一个版本 我看看我是不是跳奇迹 我跳奇迹的话就是 这是第一个版本的吧 12个人 你觉得好言会嫌麻烦 所以放弃跳褪 所以这个想法 我觉得 我觉得 应该是不会 我觉得 通常这种 不是 上面的人嫌麻烦 是下面的人嫌麻烦 通常要嘛就是 老师要嘛就是成员说 应该不是上面 上面的人只要说 跳就得跳啦 不然的话勒 老师可能先说 练不起来 对啊 应该这个不是 这只是大家可能说 这样不可能 这样 但是 得跳的时候 就是得学嘛 就是也没什么好 也没有什么好 说的 本来就是这样 但是如果给你有选项的话 大家就说 学不起来 但 但就是 决定好的话 就得学起来 不然的话 就是 咪 自己尴尬 自己跳不好 Ô 老师叫我们负责教就好了 那可能没有办法 毕竟我们以前的影片 老子说 是每个 我們每個組都跳得不一樣 然後我們沒有十六人的版本啊 所以我們根本不知道十六人要怎麼跳 麻煩的是因為以前reset 就是等於說要練一個新公演的概念 因為reset我們不像是現在 手牽手就是大家都跳 這個人的位置 然後每一首都是跳這個人的位置 但是以前的話就不是啊 所以以前的話真的很麻煩 以前真的很不方便 沒有指定對 對啊就你跳一跳就要說 我現在是跟邱平來同的位置 然後我等下下一首歌 我等下下一首歌又會換成跟別人的 我的另外一邊又會換成一個人 這樣子 除了動作都要重練 動作 動作可能也要重練啊 因為 因為 他們 就是 比如說 誰啊 Kaios 大島 比如說大島位 這樣子 但是我可能哪一首歌不是這個位置 所以我以前就不是選那個位置啊 所以 如果現在要分 誰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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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重來 一定會有幾首是完全不一樣的位置 畢竟以前 我記得我以前 哪一首歌啊 我以前拼圖48 姑且是10號 10號 我甚至不知道10號是誰 你知道 拼圖48 有14個人 為什麼只有拼圖48 有14個人 14 13 星空的錯誤也有13 夢之中也有13 搬家的Daisy 有14個人 太複雜了吧 應該不用練舞 就是有不用全上的部分 什麼事 然後毒蜘蛛 11個人 少了一個人去哪 下 他下去休息喔 為什麼毒蜘蛛只有11個人 然後蘇光愛情又會變吃2個人 這是什麼個 什麼個 什麼個構造 可能在冷凍庫 所以以前就很容易 現在也有啦 但以前也是那種 這首幾個人 然後我們就會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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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十 十 二嗎 十 十個 十 十三 這個月是十 三 還是十二個人 想到詩雅從沒跳過毒蜘蛛 真的假的 陳詩雅沒有跳過毒蜘蛛 為何 他為何不用跳毒蜘蛛 為什麼陳詩雅不用跳毒蜘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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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啊 他要帶 MC2 是這樣子喔 是這樣子喔 是這樣要講 MC2 是因為我們人太少 所以只能這樣子嗎 如果十六個人就是 十六個人會全上毒蜘蛛 我真的不知道耶 我真的不知道正確的reset 是怎麼樣 有人有看過正確的reset嗎 可能幾百年AKV還有跳reset的時候 正確的reset是怎麼樣 應該是沒空練後來就不上 不知道耶 我真的不知道reset 忘記了是 太遙遠了 reset好遙遠喔 我記不記得 每次練習的時候是怎麼個分配法 真的不知道耶 我只知道老師都會說什麼 來 今天 今天跳 新功的錯誤 來 Daisy 這邊 Bearful這邊 Sakura這邊 來從1號站到 13號這樣子 分開練 我們第一次練的時候是全部的人都要到 因為全部的人一起練副歌啊什麼的 副歌可能大家一起先練嘛 然後 主歌那種都跳一樣的地方都先練一練 然後走位的部分在 在 可能在另外走嗎 或是 那一天就可能 Daisy先走 先走 然後Bearful走一下 然後Sakura走一下 那時候局13、14人 但獨自豬12人版 所以他就沒選 沒有 我跟你講獨自豬 是11人版 我姑且看這個是11人版 這歌詞應該是最準的 這絕對是第一個版本 這個歌詞 reset歌詞 總是說11個人 越來越奇怪 越來越奇怪 所以我就說以前跳reset都 我都覺得我們很神奇 我們的練法很神奇 因為 像之前聽SH的公演也是 就是 就是日本人的那個站位嘛 公演的站位表 站位 號碼 就是 比如說我今天是 什麼 千田 然後你是大道 這樣 就是會有一個名字 一個人的名字 這樣 然後從頭到尾 你都是這個人的名字 正常好像是這樣 練那個公演 那我們那時候 我們那時候 要練reset的時候 就不是這個模式啊 然後我們就說 這樣子 確定 OK嗎 這樣以後 不會很麻煩嗎 什麼 就是代議的話 這個人的位置 要找 五六個人來幫他代位 確實 那個時候 真的是 就是 很恨 那個 決定這個決策的人 我就說為什麼要這樣子拍 呵呵呵 為什麼要這樣子拍 就是說 應該說 好像說公演沒有正確的說 這個人是cent 這個樣子 就是公演曲 沒有什麼說 這首歌誰是cent 就不太有這個 既定印象 如果你硬要說的話 可能 常站中間那個人是cent 但是就不太會說什麼 這首歌是他cent 就沒有那個 那個 東西嘛 但是我們那個時候 他就是有分說 這首歌誰是cent 誰是cent 然後 反正他就是一號這樣子 然後其他人 其他人就是 其他位置這樣 所以就是 偶爾你會跑到一號 偶爾會跑到 其他號嗎 他就是覺得說想讓 可能其他人也有機會 站到那個cent 但是 但是因為他是直接照著那個 人分嘛 就比如說 reset的一號可能都是大島 然後他就是 把大島拆了成 可能有十個人都會去 站一下大島的位置這樣 但大島不一定可能都 他說這首歌都在中間 但是他就是覺得 一號就是cent 他去一號這樣 所以有時候會變成說 其實號碼比較後面的人 偶爾會站在中間 就是因為 他們根本不是照號碼分的 這樣TV要做自己的站位表 不會很混亂 我們reset有站位表這個東西嗎 好像有有好像沒有 好像有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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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做的那種 十二人站位表好像有 老師曾經有畫過 十二人站位表 但我覺得老師已經忘記 站位表怎麼畫了 因為他已經很久沒有畫站位表 因為手牽手就是十六人版本 所以手牽手的話 練習的時候 就是直接看 日本的版本 所以就沒有所謂的站位表 所以我覺得老師應該就是 幾百年應該很久沒有跳 畫過站位表 然後發現每次都不同 就不用了 對啊 後來改到那個reset 他畫的那些站位表 可能都不一樣了吧 而且因為十二個人 真的是 他看起來很努力 要讓這個 隊形看起來是正 正確的 後來後來都是零食 隨時 零食拉 而且 而且不一定 就 因為就很常有很多問題 reset很常有很多問題 所以 reset 大家 大家都是 可能當天彩排 改的東西 超多的 當天改的超多的 好 好 好 謝謝金元寶 常常有人臨時聲 對 常常有人臨時聲 是嗎 沒有 因為我們真的很 趕時間 哈哈 好 好 味道 離間 現在猜猜的甜心善事 指揮什麼 沒有指揮什麼 就是說什麼 副歌 主歌 下一個位置 下一個位置 哪邊位置看一下 看一下 直接看一下這樣回 對啊 因為畢竟 畢竟從台上看下去 跟從台下看上來還是有差 因為有時候就是舞台它不是對稱的 就是台下那個位置也不是對稱 就很難看啊 所以就只能交際的看 這樣好像沒有人法 看我把它擺出來 謝謝JuJu你喔 在指甲姐姐那邊的照片完全是黃髮的 嚇一跳 可能因為紅燈 黃光就會看起來很紅 謝謝JuJu你喔 這就是插不進去的部分 所以我也是 我是插反的 我發現我插不進去正面 我要在學校都從哪邊還是有尋常住 學校都做的 學校都是有任天橋師的 跟家努力的 贅還 不要給一個大 Тут 我是否可能 去年了 去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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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滿 但是 今年的 沒有那個 那個角 這個 拿指甲刀模 反擦是順的 對啊它是不是硬錯 可是反擦就會是反 就不會一樣 我的這個擦得很順 它可以擦到底 它可以擦到底 但是它真的擦不進去耶 怎麼看都比較大 怎麼看都比較大 不可能擦得進去吧 這看起來怎麼樣 這邊都比較粗啊 這邊進不去耶 你覺得的數字訊完全擦不進去 你覺得的數字訊完全擦不進去 後面直接不擦 真的要抹了 你覺得是做反 因為這個實在是看不太出來 哪個是正面 反面就很 反面至少擦得進去 但是正面真的 對 對 對 先反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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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壓克力是可以說 承開就承開的東西 你都是這樣解決嗎 因為是自己的東西 所以 非常的沒有在 沒有在害怕它會表 對 它只有一個的話 可能是不敢這樣 可以啊會裂而已 用磨的 直接在壓克力上面磨 有這種事 對 因為它蠻厚的啊 所以 感覺不太會這麼容易 碎開 你就直接反過來 裝了沒 可是這樣它放在一起的時候 就不會是 一樣的位子 它正確來說 所以應該要 才這樣 直接磨壓克力 怕還要拋光什麼的 就沒有用 對啊它就只有一個腳進去 另外一邊完全進不去 不要在意拋光 這個角度先從中間壓下去 壓下去 壓下去之後往旁邊推 它有成功嗎 有誰是順利的嗎 還是就是這一批都是這樣子 晶圓的壓克力派 但姐姐的 姐姐的就有 成功了吧 拿到的不順 你今年的正常 真的假的 但你很幸運 跑出來了 可惡 我剛剛以為我批要成功了 你去年的順利經驗 我也是去年的順利經驗很不正常 它現在燈箱前面才拆開狀號 進去 進去囉 超緊的 進去囉 完全不會掉喔 完全 完全不會掉 超緊 超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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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數字軍 數字軍 數字軍也是嗎 數字軍也進不去喔 不可能 不可能數字軍也進不去 都一樣很猖狀 太辛苦了吧 好 一樣中間壓下去 往後面對 可是有一個已經插上去的 實在是很難 很難再做點 從中間壓下去 不是啊它就比較粗啊 它怎麼看都比較厚耶 這個怎麼看都比較薄啊 比較窄 怎麼看都比較窄 它在桌面上比較好 好險壓克力厚度蠻厚的 真的是蠻厚的 因為我有看過那種很薄的 但是真的感覺隨時都會折斷 刺下去 之後 往旁邊 可能真的做法 往旁邊 往旁邊 跑出來了 可惡 好像在做什麼 很累 大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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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上去是不是就別指望還要塞下來 對 你折一死用 好 如果你一想當吊飾就別插上去 我真的很像在做什麼大事一樣 哈哈哈哈 就是做法 我還在嘗試正面嗎 對啊 畢竟我正面已經這個已經抬上去了 對 不得成功啊 還是我覺得它是這樣浮浮的 我只插一個腳進去 反正放在家裡也不太會 它也不太會那個嗎 壞掉嗎 它還是可以當吊飾 排面真的很順 但是我有那個強迫症 我覺得它們兩個應該要是同的方向 它們這兩個立牌得要是同的方向 有了 好了 有了 它已經插到底了 它已經插到底了 它直接不插出來 又是那個迷之敲的聲音 又是那個迷之敲的聲音 耶 有不要做得這麼極限嗎 這就不會有那種 插進去讓它很鬆的問題 去年的也很 去年的是塞到很低 去年的怎麼沒有用過呢 就是我在 親身的時候 插那個蛋糕的時候 我把它鏈子拆掉之後 我就把鏈子丟掉 我想說好像不會用到鏈子 因為那個是我昨天裝的 我想說那個鏈子好像蠻好看的 我就把它裝上去 確實好像不需要鏈子 把它拆掉 把它拆掉 丟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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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比較 這樣比較 它沒有辦法對焦 沒有辦法對焦 不會帶這個出門嗎 因為壓克力要怎麼帶出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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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裙子弧度 結果把它 裝上去 因為 因為去年 去年來不及 用這一套做立牌 去年 我收到的時候 就已經 已經 快要生日回了 所以 收到的時候 就沒有時間 去把它做成上面 就是 頂多做那個明星片 因為明星片很快 明星片硬的話很快 所以就趕著去 拍那個澎拍 然後趕著去做明星片 但是立牌的話就來不及 所以立牌才是用那一套 但今年我是想說 就把它 拍一拍 拍一拍 壓克力一拍 這套不拍 然後立牌 就很可惜的感覺 所以拍了 咦 今天的數字均數比較大字 沒有嗎 好像也比較大字 呵呵 這套不拍可惜 可惜 是不是變胖了吧 重新拍的好 重新拍的 對 這套是重新拍的 我以為你們的 那個 那個什麼 立牌 我以為你們人形立牌 也會是 這一套 沒有想到是 洛梨 畢竟素质卷真的胖 換講有例外 花當天帶回家 對 花跟聖誕冊當天帶回家 超重的 差點手要斷在路上 那天我們去吃 就是我吃了義大利麵 吃了有的沒的 然後去吃巨九屋的那天 喝咳了 瘴氣 瘴得要死 差點要死在路上 然後扛著花籃跟聖誕食材 我就是很後悔為什麼 我沒有搭計程車 我很後悔為什麼沒有搭計程車 我在路上一直這樣 然後那個心臟 我又覺得我要隔到心臟要停 然後真的是 趕快 趕快讓我到家 我還要爬五樓 爬五樓 爬到五樓 我就說 我快不行 我先去躺一下 我媽 我媽說 我媽說你幹嘛 我說我剛剛去巨九屋 我真的很脹氣 我現在一直打嗝 我很不舒服 讓我去躺一下 然後我就去躺床 我就躺在床上 然後這樣 你知道躺下去的那一秒就好了耶 那一秒就好了 但是應該站起來會馬上 所以我就是 躺在那邊大概有個半個小時 躺在床上 然後這樣畫手機 你拿著很重 而且繩子很痛 所以繩子 那個 提帶的繩子 本來就很 然後再加上它很長 所以它這樣 就是這樣繩子的提的話 它就會在地上這樣 有點磨到地上 然後那就只能這樣子拿 但這樣子拿又很酸 然後又很痛 然後我就是一直這樣 換來換去 要後悔的不是喝可樂的部分嗎 可樂也是一部分 就是 本來就很重了吧 所以很重這個就改不了 但是 很重以外還要製打嗝真的是超不舒服的 我在 我在捷運三的時候真的是 就是因為 林玉跟劉小婷都在聊天 然後他們就說 他們好像聊到什麼吧 然後就發現 我沒有要回他們 我就說我現在沒辦法講話 我說現在 沒有辦法 回你們 跟你們聊天 他們聊到一半 就可能跟我講什麼 然後我完全沒有要回他們 然後他們就說 他們有要回你 我說 我現在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跟你們聊天 我現在真的是 隨時那個格都卡在這邊 真的是 很辛苦 很辛苦 眼神逐漸緩散 哪有那麼多東西 要重現 天心暫時 不是 不是 就是 我在想 有兩個原因 一個是 那個烤魚 真的是太油了 就是他那個 什麼 那是什麼 油脂嗎 就是健康的那種油脂 但是真的是 太油了 很少很久沒有吃到油的東西 所以 我覺得有一部分可能是那個魚 有一部分可能是那個魚 但是那個魚真的是 就是 太油了 就是健康的那魚的 油 很薄 試試烤 好像一夜 一夜乾還是五夜 五夜乾 什麼 忘記了 五仔魚 什麼東西啊 忘記了 就是那個 但很好 很好吃 他的肉 就是 就是 可能 油脂很多 所以他肉完全不會很乾 就不像那種 什麼 青 青魚之類的 就是很油 所以 但是就很好吃 可是我就在想說可能有一部分也是因為那個魚 因為魚真的 有點太油了 就跟我吃燒肉有時候會 脹氣打嗝的那個原因是一樣的 因為太油了 哈哈 五仔 五仔魚 一夜乾 對對對 那個東西 魷魚之後沒什麼 對然後我又加喝可樂 然後就很 可能就兩個 兩個都來 就是兩個的那個 量 都 累積 然後就累積來 卡在這裡 就卡在這邊 那個格就又卡在這裡 而且 我是有意識到 開始瘴氣了 所以在居留物的時候 我就已經開始瘴氣了 只是 那個時候還沒有嚴重到 開始瘋狂打嗝 是那個 下了結束 就是從捷運站到我家的那一段距離 開始瘋狂打嗝 我走三步 我走三步 會打三個嗝 然後就這樣 就是完全沒有停的那種 然後就 一次就 心臟就很痛一次 就痛一次 然後就這樣一路從捷運站 從一日從捷運站然後走上五樓都還沒有停 因為我很想要 憋氣 但我發現我連吸一口氣的那個氣都吸不進去 我吸不進去 因為真的 氣 氣已經到這裡 我沒有辦法再 憋這一口 就是 這一口已經下不去了 你知道嗎 因為我知道打嗝 要 停止我的打嗝 就是 憋氣 但是我憋不了那口氣 所以 所以我只能放任他一直這樣 然後 因為 氣已經很滿了 我這邊氣已經很滿了 所以 一打嗝就是 就 這邊會很痛 然後就很痛 很辛苦 真的是覺得說 好想要躺在大馬路上 好想要躺在馬路上 躺完再回家 很想要躺到我好了再回家 憋不下這口氣 憋不下 憋不下這口氣 所以我真的是 靠著意志力走回五樓 然後 然後 那個五樓 你知道我是用 用 就是 跨步的 跨步上五樓 因為我真的是想要趕快上到五樓 才可以躺著 所以 邊打嗝邊 邊 邊上樓的情況 我就是用跨步走的時候 然後 用最快的方式上了五樓 最快 用最快的方式上五樓 然後就 回家之後 就把東西都丟在沙發 然後就去房間躺了一下 不要跟我講話 我先去躺一下 還是我以後真的躺馬路 躺馬路很 然後 我會把這部門 然後 然後 我會把這部門 然後 我會把這部門 我會把這部門 在這裡 然後 後來 我明天上新聞頭條 對啊 他只會覺得說我就是很不雅 不雅觀 這會後開過早就睡吧 這個解釋沒有人會聽吧 因為我真的很想 大哥大概快死了讓我躺一下地板 旁邊路人會叫救護車 確實會叫救護車 因為我是看起來真的很不舒服 真的是會想幫我叫救護車的程度 因為我真的是看起來一副要死 就是一副要被隔噎死 你知道嗎 應該沒有人會被隔噎死 差點就要被噎死 好 這麼厲害嗎 哪個東西厲害 寫週年紀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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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 我 好 都 紅包超蠻強的 已經放棄了 眼不注意就會倒下來 大家選用哪一張 大家選用哪一張放在桌上 桌裡 有組照片耳環好像只有 真的喔 好 校服 雙馬尾 彩色強勢在饒河那邊採 是嗎好像是喔 是吧 還沒猜 在那個有向日葵花海的地方 可以直接放一盤 可以啊 因為他太珍貴了 怎麼會這樣做 可以嗎 嗯 嗯 我一旦媽媽 是雙面的 對啊是雙面的 在有 在有傷害 就是在那個地方的那邊有一個那個牆 是嗎 嗯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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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明治 三明治 我吃到嗎 有啊有吃掉 那個三明治很好吃 那個三明治 那個雞肉很好 超好吃 很不像雞肉的雞肉 聽起來好像沒有很好 很不像雞肉的雞肉但是很好吃 嗯 才剛剛算是提出我 對啊 比十月份快 那個小卡是成員都做一樣才 什麼小卡 你說 你說這個嗎 本來的這個 本來的這個嗎 說是從今年會改成那個 那個亮亮亮亮亮的東西 簽名版 簽名版變成這個 那個材質不太一樣 亮亮 有點亮亮 厚厚 這個感覺比較有收藏價值 而且那個感覺就是比較好收藏 它的尺寸 這次簽名版不同樣 對阿 同樣不清晰但也有質感 感覺 我是覺得 沒有到不好 但我覺得我人好黑喔 就是 我人很黑很暗 我那時候看到照片的時候 想說 好暗喔 那個簽名真的很像印錢 小張的看起來比較有質感 但我還沒有拿到那個 所以我的牆壁還是這個 還是一樣 簽名真的很像印錢 因為我真的是 真的是一直在重複這個簽名 一直在重複這個簽名 一直在重複這個簽名 先簽名 然後再寫那個A4D聽聽聽聽 A4D聽聽聽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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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4D聽聽聽看 A4D聽聽聽聽聽." A4D看清楚CB A4D聽聽聽聽率 可以喂 A4D聽聽聽聽聽ait 什麼信封 有街角 而且我本來就是一直在想那個 要用什麼筆 但是最後就發現黑色是最 方便的 黑色是最顯眼又最 不違和感 因為其他顏色就好像 沒有很明顯然後又 沒有很搭然後就是換了好幾個 然後最後就全部都用黑色 剪了 剪了 兜粉什麼都用印錢 兜粉嗎 兜粉的什麼東西用印錢 今天不冷 對他今天不冷 穿臉喔 商品的話通常是印錢 但是 轉蛋抽的那種 那種 小卡還是什麼明信片 那個是 直接簽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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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 但春聯也是轉蛋 就是 大家都拿得到一樣 的東西是不是就是啊 勝出 資訊 春聯轉單就算了還硬的 春聯轉單 謝謝小鈴的帶你去瀏覽 大家沒有推春聯的習慣也是不需要強迫 其實你覺得春聯直接賣就好 他可能沒有要賣吧 看什麼東西 沒事啦大家就是可以轉個一次四個手氣 然後一次沒有中就算了 一次沒有就算 想要買我公園寫的那個 只要那個春聯感覺過年後才會收到確實 用轉的才能賺你們錢 這隻巡囊的東西 拿晚餐嗎 晚餐應該是出門 出門的時候 聖誕機 M號 他還有貼這個神奇的T 明天就能拿到 聖誕機 感覺有淡一點嗎 不知道 沒有吧 我也沒有調顏色阿 打樣跟那個 我記得我沒有調顏色 好像沒有調顏色阿 我有調什麼嗎 我已經忘記了 接待明信片 年終剛花就先客機 然後 對 你跟著 你剛接到郵局說你的包裹又記錯地址了 你的包裹又記錯地址了 你的包裹又記錯地址了 你的包裹 我問過了,一件是伴侶 誰會伴侶嗎? 為什麼會用呢? 對啊為什麼 有局有時候會去瀏覽 這是失算找到一堆要付錢的卡在一起 你是貨到付款嗎? 貨到付款的話,確實 連你搬家都找得到 這禮拜超硬 陰婦賬款一起到齊 這是多買可以免運,還可以刷卡拿回饋 生血就不行 你說聖誕梯可以回饋喔 真的假的 這禮拜超硬 不然獲到了沒現金 就領錢嗎? 他沒有存...賬戶 彼女是雷兆了 泉泉泉 用快递字弄給你 因為公主啊沒存錢 真的假的大家沒有存錢 那大家刷卡要怎麼付 刷卡要怎麼付錢 因為我是一個刷卡沒有再算我刷多少錢的人 所以刷卡不會很沒有那個嗎 就是不知道自己花了多少錢 還是大家刷了就會記得 不要刷超過自己的月薪這樣 扣薪資帳戶進來就沒了 你都是交給下個月的你 刷卡就帳戶扣不要看到帳單就沒事 可是從帳戶扣就代表你帳戶裡面有錢 不是嗎 那不就等於說那個帳戶也可以領錢出來 用陷阱 通常是不會刷超過月薪 抓個量就差不多 所以大家不是領錢出來的派喔 你最沒感覺的是兜粉賺 那是一直扣沒感覺 我跟你講這就跟課金是一樣的意思 抽卡是一樣的意思 晚安 薪水進來之後繳卡費然後就沒了 是說去超商繳 沒有我的卡費也是線上賺帳 就是從那個我媽會給我的那個帳頭 裡面去轉帳戶信用錢 信用卡 然後那些是用轉完剩下的那些錢 可以去ADN領出來用陷阱 兜粉按一按兜閉就沒了超可怕 超可怕 我覺得就試一試啊 試一試 我的話就是 我的話這種運氣的東西我都是先試一次 或是我就先講好 我就試個五次 五次沒有就算了 我會有那種說一定要抽到中 因為抽卡也是啊 抽卡就是說 我一定要抽到這張卡出來 那個很可怕 那個很可怕 遊戲卡 刷卡不用認證等下去就刷了 好可怕 會不會被到啊 大家信用卡要小心 我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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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用卡就是在早上的時候刷了一筆錢 然後就想說為什麼刷了一筆錢 然後後來就是好不容易查到才發現是我那個雲端 一年 一年那個續 續費的部分 原來不遲 原來不遲 終於不記得自己 不記得自己 訂閱了什麼東西 你在找哪裡可以解掉 解掉綁定 但今天刷太多次也會沒可能 就是那個錢包啊 直接用錢 手機的那個Apple Pay Apple Pay那邊直接刷出去 直接刷現金 就是訂閱那種 APP的東西 就是付費會員那種 訂閱的 他就會在手機裡面突然刷一筆錢 然後我就會忘記我訂閱了什麼 好像是Youtube那種 Youtube我忘記是一個月一次還是怎麼樣 反正Youtube啊 雲端 唉唷我怎麼忘記了 本來只想訂閱 但我信用卡沒有歸戶條碼之類 歸戶條碼之類 Youtube的扣完都不會寫 對啊 真的 最討厭的是試訂閱忘記退掉 所以我不太敢試訂閱 因為我覺得我一定會忘記 除非是我試訂閱 然後我那一天用完 我就馬上 退掉 不然的話真的會忘記 忘記解訂閱 等發現的時候已經扣了兩個月 好 信用卡可以直接綁載具 我好像沒有綁載具耶 信用卡 刷卡就會有載具的通知 這樣會有免費 真的假的 信用卡規戶在載具裡面 怎麼規戶啊 規戶是什麼東西 就很容易看到是刷子 刷卡 還是付現金比較好 有了應該有 但是就是我不太會去看 我的載具裡面 進來的發票是什麼發票 應該有 它應該有刷 應該沒有 因為說刷信用卡的時候 我也會 它就會問說 要不要刷載具 我就會再把載具拿出來給它刷一次 要去網路申請 好麻煩 我這個 某些人才珍布的網路很暗 有點麻煩 不一定有載具可以選 那就算了 就拿那個 發票啊 就拿發票出來 對啊 對講 這樣你怎麼中五百元 實體發票少很多種 不能刷載具的地方 信用卡載具也沒用 這紙本比較有感 沒有我幾乎還是都用載具 有載具的話就刷載具 雲端發票真的比較好種 我真的沒有中過雲端發票耶 不知道耶 有額外獎 要怎麼知道自己中的是雲端的獎 還是不是雲端的獎 現在大家都雲端是不是不好中 雲端五百一般的兩百 啊 那我都是兩百塊 我好像沒有中過雲端的錢 都是兩百塊啊 都是兩百塊啊 以前中的都是兩百塊 你中的就會寫是哪裡中的 真的假的 六獎六獎 六獎六獎 你當然不是看莫山嗎 是全都要對當的 喔那很難中耶 所以只能看APP 沒有中過 我沒有中過 我好像都只中過兩百塊 我沒有中過五百塊 沒有中過五百塊 聽說還有五百跟八百 你沒有耶 上個月有中有領錢嗎? 我的有中的話應該是直接轉到賬號裡面 200塊 直接轉到那個賬號裡面 因為我會忘記 因為我會忘記去領發票的錢 所以就乾脆就直接轉到賬號裡面 連續中了兩次一千多塊是不是 那是不是因為你發票量可能也很大 因為我真的是沒幾張 這是我的隊長 喔對啊沒有啊 沒有中 11-12元 0 對啊等一下真實 現在實體發票太少了反而會忘記對 我也是啊 但是因為太少了根本就是都對不到 對不到 因為真的很少張 每次都在期待中一千萬 大概都七十到一 七十到一百張發票 我通常就是三十 三十到 三十到五十 三十到五十 三十到五十張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你大概都一二零到一五零兩個月 我十 十 一月到十二月只有三十一張發票 哈哈 三十一張發票 你都三到四百 兩個月三到四百張發票 都在買什麼 兩個月也不就只有六十天嗎 六十天 有四百張發票 基本上一天就有個十幾張 你上一集兩百三十一張每一種 轉蛋數值 感覺很多小額小肥 真的假的 是不是都在買塑膠袋 對啊 飲料一張便當一張 小七買三杯咖啡就三張 小七買三杯咖啡會分三次結嗎 嗯 分三四買 還真的有人會 早中晚 早中晚給一杯的話還可以理解 但是 就那個當下一起買的話不會特地分吧 太麻煩了吧 你也沒遇過要分開 國術想怎麼結就這麼結 他可能都偷偷買一個商品結一次 哈哈哈哈 謝謝華偉的甜心戰士 買一顆茶葉蛋刷一次 哈哈哈哈 以前有說店員會刷自己條花的 你要在裡面八小時 買一顆刷一次這個太酷了 就每天每天都去刷一顆茶葉蛋這樣 哈哈哈哈 每天都去買一顆茶葉蛋刷一次再一次 那這樣也沒有比較划算吧 如果就只中了兩百塊的話 一直去買這些東西也不一定有賺 就可能刺於虧 買了很多不需要的東西 蛋白跟蛋黃分開解 謝謝 每天去買一個塑膠袋 那到底是大的就賺 這熬不到吧 有熬得到嗎 大家哪天 大家哪天重發配 發票中頭獎的時候 也會說一下你是體體的粉絲 很多大獎都開在超商 超商真的很多發票啊 超商真的很多發票啊 好 啊 是說一下你是體體的粉絲 凹到的就是財富自由 但我都只算了啦 有250就快樂 又買了5000個塑膠袋 你中過1900那個月破財 中的給粉紅給我 真的能中的話很強 中發跳 中的給粉紅 真的要是在數字群中間 我要怎麼看 現在才看得出來 我看不出來啊 不可能看得出來嗎 我們瑋瀾沒有抽獎 我們瑋瀾除了 二騎生剛進來的那一年有抽獎 以外從來都沒有抽過獎 從來沒有抽過獎 送500再多花1500 上來表演沒有紅包嗎 當然沒有啊 那個都是突然被Q的 有飯吃就不錯了 有飯吃就不錯了 還有尾牙可以吃就不錯 要抽獎 跳入沒有紅包 對啊那個都是自己 他們自己在 自己在拼 不知道為什麼突然要跳入 我們沒有 沒有紅包 對只能靠吃 但是後面也沒什麼時間吃 他收菜真的收很快 收菜收得很快 回到桌上的時候他就是 整盤都拿走然後拿回去 拿回去就 桌上就除了油飯 就還是只有油飯 就是到後面那個菜都沒有很想吃 小琴的 即將就直接被搜從 因為後面的時候就是 跳完豬們就說要大合照 然後大合照完就是 又去拍個什麼東西 然後拍個那個東西的時候 那個阿姨就一直在問說 這可以搜了嗎可以搜了嗎可以搜了嗎 然後我們就說 有人會要味帶嗎 先包起來好了這樣子 然後他就先包 他才去包起來不然的話他就是真的 整個就拿走了耶 就沒有那個東西 你都是打包拖延戰術 你都是打包拖延戰術 所以我們後來才怕他真的整個收走 所以我們才算是先包起來 就是不知道誰想要包 但是總比他整個收進去 還不如直接叫他包起來 你們後來有打包 我們後來那一桌有打包的 劉小琴就是我們那一桌的 只是他沒有接收到 這個打包的消息 所以 所以果心語就說如果沒有人要的話 他就帶回家 所以後來應該是果心語帶回家 你就說還有要吃 他就不會收了 我就不知道誰還有要吃 因為桌上都沒有人 就是沒有人在這個座位上 就不知道誰要吃 因為大家都不在座位上 就是從中間到後面 因為前面的時候就可以好好吃 好好吃 但是從中間到後面開始 大家都要這樣一直輪著 禁酒 禁什麼的 就是一直要這樣子 social social時間完全沒有時間 坐在那邊吃 然後吃一吃 就說台上突然有表演 然後有表演的時候又 不好意思一直吃 就是 就也沒時間吃 然後就是 後來又被cue說要去外面 跳rumor 然後就去外面跳rumor的時候 也沒有時間吃 所以就是 後半完全沒有時間吃 後半 後半就是一直有的沒的事情 一直來完全做 沒有時間可以坐在位置上吃 會漏掉幾條菜 對啊我記得後面的菜好像都沒有 沒有什麼吃 邊吃邊看 不是前提是 就是我們要上去表演 沒有辦法吃 那我姑且還是有吃到最後那個蛋糕 叉燒酥我沒有吃 因為看起來 不是我喜歡 那我姑且都有吃到 從魚 魚之後 就是 基本上沒有在吃 從魚之後 魚吃完之後 然後就再也沒在吃 什麼東西 魚之前有在吃 魚之前有在吃 魚後面就是那個什麼 高麗 壞菜 壞菜 剛剛是壞以為沒 就只有小心 熱衷 他超熱衷的啊 他還一直去確認 我說 我認真跟你說 真的沒有人會想上去表演 哈哈 他一直在確認 然後說 壹鈴如果今年就是 呃 尾牙 就是 先提前跟你說 要上去表演的話 你會願意嗎 哈哈哈哈 哈哈 然後壹鈴 壹鈴就說 呃 有點 呃 沒有很想耶 這樣 哈哈哈哈 因為他一直說 今年尾牙要不要表演 要不要表演啊 叫大家上去表演 我就說 你為什麼要叫大家上去表演 你自己不上去表演 你自己不上去表演 誰要上去表演啊 就是 就是 他的 他的 他只是想看別人表演 所以他代表他自己沒有想要表演 我就說 別人也是想看表演 但自己不想上去表演 你覺得誰會想上去表演啊 他說 我想看其他的表演 我說 你要表演你就自己先上去表演 你再叫其他人上去表演 好不好 他就說 為什麼大家都不表演 你先上去 你先上去 大家都會表演啊 然後他就 他就 他就一直這樣 為什麼大家都不表演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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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要不一定開心 只有你看的開心 人家要上去表演 人家不一定開心 然後他就一直說 為什麼大家不上去表演 你這個人很奇怪 你這個人很奇怪 你看很難溝通耶 他就是一直問 他一直問旁邊的人說 如果今年表演的時候 要叫你上去表演 你要上去嗎 這樣子 你可以上去嗎 還是沒有很想 他就是要親耳聽到別人說 沒有很想上去表演 他不相信說沒有人 真的 真的 有人不想上去表演 他不想相信 但是我的 我的主 主觀 我就認為說沒有人會想上去 你知道嗎 你提前先跟大家說 大家只會想說 尾牙還要表演 就是大家一定不是開心的 大家覺得不是說好啊 來啊來表演 覺得不是這種開心的氣氛 他的想像就是說大家會很快樂的接受這個體案尾牙要上去表演 我說絕對不可能 大家絕對不可能 大家絕對不可能 非常這麼輕易的就接受這個體案 大家覺得說 蛤 我也還要表演 大家覺得是這個反應 他是不是不太熟 跟大家不太熟 他是不是跟大家不太熟 都幾年了 大家還不知道大家不想要上去表演 開始想要問 開始想要問 問到說有人想要上去表演 真的不會有人想上去表演 他才不管 他就是這個很任性的人啊 這個就是真的是 他變主持人也很好笑 其實因為 麗傑唱完之後就是 因為就是 他可能也覺得說 既然人家都開頭了 然後不延續下去 這個環節就好像很尷尬 因為蔡亞人是一個怕尷尬的 我覺得他就是怕尷尬 他怕麗傑尷尬 所以 所以他就是 要試圖把這個環節延續下去 你知道嗎 所以那個環節才突然開始的 不然的話正常應該 麗傑唱完 大家都沒有要上去的話 就真的會結束了 那個環節就真的會結束了 但我覺得他自己就是覺得 蛤 就是 他都這樣先開 開了頭 然後 不接下去的話 好像很對不起 什麼的 我覺得他應該是這個想法 所以他才去接了這個主持 蛤 一直接 畫下去就變直接 對呀 本來沒有 本來我們完全沒有要表演的環節 所以劉曉晴才一直 他到尾牙之前 尾牙當天他都還在講 要不要上去表演 要不要叫誰上去表演 我說 你不要都到了今天 你還在期待有人上去表演 然後就 但是麗傑 麗傑就上去 上去就是 策略 我就說 那他應該是要上去表演 然後他說 終於有人要表演 這樣子 他真的是 他真的是不放棄 他不放棄 因為他從 來了的當下 就是他明明 就是因為他們前面就有 有事情在忙 這樣子 所以他們三位 三位組長 那個林林賴的都遲到 所以 所以他們三位都晚來這樣子 然後晚來就算了 晚來然後還 晚來還就是一直 欸你要不要上去表演 就是 我們 我們就是真的是要吃飯 我們還說 沒事啦 他們晚來沒關係 我們多吃點 把他們的分吃掉 我說不要管他們 吃掉 吃掉他們的分 吃掉他們的分 映雲說他都沒吃到東西 沒有啊 我就一直跟他們說 我就一直賴他們啊 我就說 我就說 我們在桌都沒有人 你們是什麼時候要來 這樣子 然後他們就說 不用等我們 你們先吃 不用等我們 你們先吃再告訴我們 好不好吃 然後我就沒有要回他們 我就先吃 我想說 好吃的話就直接吃掉 然後 不好吃再跟他們說 不好吃 對啊 好吃的話就是 不要講啊 就是 他們自己沒有來 自己沒有 沒有幹 真的來 所以我們才說 我就沒有要回他說 好不好吃 因為他們說不好吃的話 就沒有很想去 這樣子 那還有三四期後 會不會有幫面面留菜 喔 因為我們這一桌是劉老秦 我們這一桌沒有要留菜 哈哈 我們這一桌他有換成小盤子 所以那小盤子 直接丟給劉老秦 那其他吃完的就沒有在那裡面 哈哈 其他什麼 烏魚子啊 什麼海車皮 什麼 那種 醉雞啊什麼的 全部吃完了就都沒有 沒有在那個盤子上 就只有那個 碗豆跟 那個什麼 鮑魚啊 什麼 那種 草的青菜 哈哈 那個是工作人員留下來的 他說誰叫他要遲到 誰叫他要遲到 留沒什麼想的 對 吃完了沒有了 對 吃完了沒有了 對 而且因為我們這一桌 本來是九 九個人九個人九個人 然後三桌 這樣子 那因為 墨魚本來是在梯組這一桌 只有他一個四集在我們這一桌 然後他就是 應該就是他去找了四集那一桌 然後他一副就是很想要去四集那一桌 但是因為他的座位表是寫在梯組這一桌 然後他就是帶著那個 帶著那個 想要講但是不能講的那個眼神 然後說姐他看起來很想要在四集那桌 你就讓他去四集那桌吧 然後他就 他就去四集那桌 然後 我們就說 那我們這一桌又會少一個人 那有人要換過來嗎 然後他們就說 他們就說 然後原子組就說 小羽啊小羽啊 叫小羽過來坐啊 這邊有Mina 然後小羽 然後原子組就一直這樣 因為原子組的位置在原桌的這邊 然後這邊是空位 然後對面的這一桌是小羽 所以他們隔了這個很遙遠的距離 然後原子組就說 小羽來啊小羽你過來 你過來 你過來坐 然後我就說 你要確定人家有想過來坐 人家可能就想要在那裡坐 你幹嘛強迫人家要換過來 然後他就 小羽就一直這樣 嗯 要過 嗯 要過 然後我就說 你不要再逼小羽了 他就是沒有要過來 他說 你過來啊 你過來 你可以跟Mina坐啊 你為什麼 我說 你不要再逼他了 不要逼他了 你不要逼他了 你就讓他先坐那邊 Mina也還沒來 所以 所以小羽也就還坐在TP那一桌 就坐在四期那一桌 這樣子 所以四期那個當下是 九個人的 九個人的 因為菜蘭還沒到 菜蘭還沒到 所以那一桌是滿的 那一桌十個人 然後前面那桌可能九個人 然後我們這桌只有八個人 然後我們八個人 八個人然後只有四個人到 所以有四個空位 你知道嗎 我們那個圓桌 就十個位嘛 然後空兩個位 然後四個沒來 四個來 所以我們那桌 超冷清 然後 然後前面就是六點 嗯 六點半要開始 開始送菜 這樣子 但是六點半就是 人都還沒有騎 這樣子 然後子龍老師還說 嗯 那其他人呢 其他人呢 然後姊姊們就說 他們前面有什麼東西 還剛回公司 沒有怎麼樣 這樣子 那有等他們嗎 不用等 不用等 不用等他們 不用等他們 然後就沒有 然後 後來還是上菜 但是 上菜的時候 只有我們這一桌沒上菜 然後我就說 為什麼只有我們這一桌 沒上菜啊 為什麼不上我們這一桌 是因為我們人比較少 所以不上我們這一桌嗎 就是 我們的後面工作人員那桌 也上了 然後前面那桌也上了 然後我就說 為什麼這一桌沒有上菜啊 就說 前桌不用等 我說不用等啊 不用等不用等 幹嘛等他們 就說不要等他們了 幹嘛等他們 不是我都傳訊息 我說 你們是幾點要來 是幾點要來 然後他們就說 剛回公司 我就說 然後他們就說 不用等我們 我就說 然後就看到一個訊息啊 他都說了 他們自己就說了 不用等他們 我就說不用等他們 我們真的不用等他們 然後我就拍了一個影片 拍了一個影片 然後就拍 然後 吳祈惠 吳祈惠跟 吳祟跟誰啊 吳祟跟翁翁在這邊 然後逸琳在我旁邊 然後旁邊 然後他們就這樣說 一看看我們這 我們這個圓 然後坐這次 然後這一側全部都是空的 我們就說 是不是因為我們 就是看起來太空了 我們如果坐就是 四個方位的話 是不是看起來 就是好像人都有到 就因為我們有一半的 邊都是空的 所以我們就說 是不是應該要分散 坐才會看起來 這個坐是有人的這樣 反正後來他就 工作人員就有 那個 服務生就有來說 什麼 什麼等一下就是 我們剛剛有什麼樣 什麼樣 就是等一下什麼的 等一下 我們要等一下這樣 所以很明顯就是 因為我們這一座還很空 所以我們才是最後一個 被捨棄要等一下的 那一個那一座 然後後來 因為他是拼盤先 但是拼盤沒有上來 他說 這個你們先吃 然後他就先拿了 跳過了兩 跳過了兩道 直接上了第三道 然後我們就說 好先吃這個 我們就想說 冷盤什麼時候來啊 冷盤什麼時候來 Mina也沒到 我們那一座只有 原子竹 我 藝林 然後 那個 無期會 然後剩下的人都還沒有到 四個人 四個人準時到 其他人都沒有到 然後 後來 温温到了 然後再過一陣子 Mina到了 然後再過一陣子 然後最後才是劉雅行道 這樣子 所以我們那一座只有四個人 然後 原子竹一直說 什麼 什麼吃 我就說 你就吃你就吃 吃完了 他們就不會知道有這個東西 先吃 先吃 他說 我要算一下有幾個 我說不用算 你直接吃 直接吃啊 直接吃 吃超過一個也沒差 反正根本沒有人要吃 就是根本沒有人 在吃那個東西 你知道嗎 因為這真的只有四個人啊 我說就先夾 就先夾 就多吃也沒差 根本沒有人知道 有幾個 所以我們說 老實說 應該說還好前面至少有吃很多 所以前面 後面沒有到真的很餓 因為前面 前面就是只吃到 到後面油飯的時候 就已經吃不下來 但是後面的菜 老實說就還好 後面的菜對我來說還好 就是 前面拼盤那邊 蠻好吃的 然後 佛料湯就是喝湯 喝湯 然後 稍微喝一下湯 因為裡面有點沙沙的 就是那個芋頭 就只吃了一些些 然後 蔬菜也吃了嘛 然後 就是那個蟹 螃蟹 螃蟹的那個 螃蟹很像板條的東西 然後那個板條也很好吃 但是就是沒吃到幾口 然後後面的那個豬腳跟 魚都很好吃 所以 前半段的都有吃到 所以我就已經心滿意 然後後面那個米糕出來的時候 就是已經沒興趣了 哈哈哈哈 米糕的時候出來已經沒興趣了 然後從米糕那一段開始 就大家開始在 輪著進 輪著進 這樣子 然後就是 因為要繞一圈啊 就很遠 啊謝謝新年快樂 啊 啊 新年快樂 謝謝謝謝 然後就是繞一圈一圈 然後就是分好幾桌 然後一直這樣輪 一直這樣輪 然後輪完之後 做回原味的時候 就發現 湯不到什麼時候 上了 那個就是突然有一 一壺那個 雞湯 然後就是在那邊 喔 姑且我有吃到一個雞腿 我把雞腿挖掉 然後就吃 吃那個雞腿 雖然我很爆 但我就覺得好像得吃一下 所以我就 姑且那個雞湯 我有吃到 喝到湯跟那個雞腿 嗯 因為我在想說等一下應該也沒什麼時間吃 我就先吃了 先吃 雖然很飽 但是先吃 其他油 飯通常都是打包袋子 對啊 然後後來 後來就是那個 什麼 花椰菜那個 我都沒有吃 我一口都沒有吃那個花椰菜 因為花椰菜 大部分尾聲的時候 看到花椰菜的時候 真的沒有什麼興趣 所以就沒有吃那個花椰菜 然後後來就出現了一個很像月餅的那個什麼叉燒酥 我是覺得那個看起來就沒有很好吃 但是 好像有人說它很好吃 所以 我覺得 口味就是看人 因人而異 但我覺得那個絕對不是我的菜 所以我沒有 完全沒有想去夾那個東西 我就沒有吃那個什麼叉燒酥 因為那個看起來就是月餅 看起來就是月餅 一看就是很乾 我單靜 等一下就會噎死 就是我們不想吃那個東西 所以那個東西就放在那裡 然後 然後再來就是蛋糕了 所以 但是蛋糕我也有吃到 然後後來 蔡兒就說 我都沒有吃到蛋糕 這個可以吃嗎 我說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因為 因為好像只剩我們這桌 不知道為什麼沒有收 所以那個蛋糕 只剩我們桌上還有剩蛋糕 其他桌可能都被收走了 所以他就說 我有吃到蛋糕 我說你吃你吃你吃 想吃幾個都吃 那些應該沒有人要吃 因為我們這桌本來就 多兩個 少兩個人 因為八個人嘛 本來就少兩個 可能其他人也沒吃 或是他本來就切超過十塊 所以 所以就是剩很多 就是你就吃 你就吃 多吃 然後他最後就在我的 我的位子 我的位子吃了那個蛋糕 然後 然後吃了 喝了六成隻 因為他看起來什麼都沒有吃 他說我可以借你的杯子 喝嗎 我說可以啊可以啊 你直接拿 你直接拿 他的蛋糕去拿 就是說 就是說那個啊 沒有辦法 因為 我就說他這個收很快 我們說前 前年的時候 好像也是在同一間店 然後那時候是分三組 做什麼 Sakura Daisy Beveral 我記得Sakura的那一桌 也是拼命催耶 這個可以 這個吃完了嗎 吃完了嗎 你們要分一分嗎 分一分嗎 這個東西分一分嗎 還有一點點 你們分一分 這個可以收了嗎 然後我們就說 可以再等一下下嗎 這樣 然後 然後 我們就快快快 你夾一點 你夾一點 你這個聖誕價最後給你 這樣子 然後 然後那個夫人就一直站在桌子旁邊 這樣 等你分完 等你分完 然後我就想說 他那個壓力是 在幹嘛 就是他一直在 站在旁邊 叫我們 要趕快現在分完 你知道嗎 就是 像是那個 昨天那個 前天 前天 昨天 前天 就是那個尾牙的時候也是 尾牙的時候也是 就是那個螃蟹下面不是有那個板條還是 就是那個板條 然後他就說 那這個可以收了吧 我們就說 等一下等一下 然後 我們就是 立馬把那個板條分掉 然後這樣 很忙的 要趕快說 誰要 誰要面 然後就這樣 裝裝裝 然後他也是一直站在旁邊這樣 等 然後說 他可以不要這麼的 就是 虎視眈眈的 看著那個盤子 然後 要收嗎 然後他後來可能覺得也有點久 我們在那邊分的有點久 所以他就又繞去其他地方 我想說 為什麼要一直盯著 一直盯著 一直盯著 一直盯著那個食物 然後就是很緊張 因為他只要一走過來 他就是問你說 可以收了嗎 這樣子 我想說 是有這麼趕嗎 有要這麼趕嗎 就是 有要這麼趕嗎 因為到後面他就是 已經沒有問了 因為大家都不在位子上 所以回到位子上的時候 就會發現桌上的菜都消失了 你知道嗎 就是 就是 也沒有人跟他說 喔可以收了 或是 不用了 就是 他也沒有獲得我們同意 等我們回到桌上的時候 那個東西已經變成這樣 就是 他從盤子這樣 然後我們說 呃 呃 什麼時候 變成小盤子了這樣 呵呵 什麼時候 剛剛不是 然後 欸 然後我們這樣 呃 然後就突然 突然就不見 突然 突然就不見了這樣 很多東西都是突然就不見了 然後我們就說 欸 剛剛 欸 你有吃的 欸 然後我們就是東西就會一直這樣 消失 然後就變成一個小盤 然後我們 我們就是一臉這樣 嗯 什麼時候要收走的 直接不見真的不行 欸 真的會直接不見欸 我真的是嚇死了 我是不知道有沒有吃完 因為 後面也沒有盯著看那個東西 有沒有吃完 但是 可能像豬腳這種 他就有 流 因為豬腳很大嘛 豬腳消失了就是有回來這樣 嗯 感覺吃了鴨 好感 大家超級無敵感的 你們的湯 我們的湯有打包到 因為 這是最後在一個很 很 很混亂的 混亂的時候 姐姐一直說什麼 快快快 我們要拍個東西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說要拍 但是那個 服務人員就已經站在這個桌子 已經要次序待發 然後我們就說 嗯 然後他就說可以收了嗎 我們就說 先包起來 先包起來 所以他才把那個 湯跟油飯包起來 最後應該是在果心手上 壓力三更 就是 撇除他們收盤子真的很快 以外我是覺得不難吃 但是就是真的 壓力好大 真的吃的壓力好大 我要念排名囉 今天的第10名是 卓卓 謝謝卓卓 好 感謝 第9名是 華為 謝謝華為 第8名是 琪 謝謝琪 謝謝 第6名 欸 10 19 87 第7名是 文森 謝謝文森 謝謝文森 第6名是 法蘭森 謝謝法蘭森 不是 第6名是 冠偉 謝謝 冠偉 第5名是 法蘭森 謝謝法蘭森 快快 對阿 第4名是 小林 謝謝小林 第3名是 吉米粥 謝謝吉米粥 第2名是 Ratebox 謝謝Ratebox 謝謝人家 收桌了各位 還有啥要打包 但是 但是就是至少是好吃的 我只知道去年 去年真的是沒有吃飽 去年真的是沒有吃飽 因為我們一直在說有一年 不好吃 然後沒吃飽 不知道是哪一年 然後大家說可能是去年 去年 我還記得去年可能跟 林一雲還是什麼 無期會 然後因為我們吃飽 然後我們吃完 然後沒有吃飽 然後就說旁邊有夜市 要不要去夜市 然後我們就去夜市 又吃了其他東西 很好笑 今年至少有吃飽 即使上去跳Rumor 但還是有吃飽 就這樣子 去年好像是春久 春久的時候 沒有吃飽 去年是飽 我忘記了 你看可不可以翻到去年的 因為我不記得 哈哈 我完全不記得哪一年 是哪一年 他好像沒有跑出來 對沒有跑出來 我們是說副歌就好了吧 對吧 好了準備要過年了 準備要過年了 下一次是 應該是5號 5號播 然後5號播完 我應該 下一次播就是 除夕 除夕前 就是吃除夕飯前 會 會 播一下這樣 2月9 2月5跟2月9吧 應該是 我先怎麼記得 會 hair 這太太太 晚安 晚安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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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安